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四中一直是同情学生的 跟邓小平的观点也不一致 那么邓小平最后在决定六四镇压的时候 实际上是罢处了赵紫阳终身远近 就是在那一个当口 赵紫阳我记得曾是温家宝陪同他到天安门 跟学生进行对话 就是有评论说 赵紫阳是失败源于赵紫阳的软弱 如果赵紫阳能够像叶利钦一样 当时也是应该是819吧 把那个苏联叶利钦的办公室围住了 叶利钦是走下来并且站在坦克上 最终整臂一呼 最后坦克是掉头 所以整个形势改变了 就是在当时的当口 赵紫阳没能做到整臂一呼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呢 这个假设在东欧是可能的 在苏联也有可能 而且事实上他也成功了 叶利钦正臂一呼 别忘了叶利钦身边 站着这个一大群的议员 当时俄罗斯社会的精英 而且俄罗斯的整个社会的政变 是惊恶的愤怒 而且呢 当时奋命去刺杀 叶利钦的克里奇科夫将军 少将带了50名狙击手 还有附近那个 有一个坦克团也包围了议会 但是他们都没有开一枪 他们随时分分钟都给打死叶利钦 但是没有一个人开枪 这就是民众的素质 就是说军队的素质 全国的人也都是这样 就说呢 他们已经受够了 共产党的这个 越南统治 已经受够了这个贫困 愚昧的生活 他们不想在 忍受共产党更多的这个时候 所以说你看 仅仅政变几天以后 叶利钦的反抗那一方面 另外全国各地到处都在反抗 所以几天以后 他那个政变委员会的八个人 就几个人就逃好了 没人去抓他们 他们就坐飞机逃好了 结果有的人都坐错了飞机 这个贫困人也被抓住了 还有的人都到最后 反正都进入监狱 就是他们每个人 都像上架支犬一样 就跑了 中国人是恰恰想的 中国的民众 中国的干部 都在等待着一个命令 等待着最高统治者的一个命令 我一再强调 中国是一个红本主义国家 就是所有的人 就是那时候的十几亿中国人 实际上都在等待一个中国的命令 这个人是谁呢 不是造成其他人 不是任何其他人 而是邓小平 因为所有的高官 副部长以上的高官 都是经过他同意这种证明 这些官员明白 他认定我 我要对他负责 我这个副部长 我这个北京军区司令员 我这个南京军区政委的职务 我这个中央委员的职务 我这个省委书记 或者我这个副总理的职务 或者我这个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邓小平认命 邓小平同意了 我才能当这个官员 就是中国的这个皇帝跟这个 就像这个跟那个大元 从来都是一种私人的关系 黑 就是私家的公家的关系 就像中国古代的这个大成宗 是这样 干脑土地再说不辞 黄恩如此浩荡 对我这么好 我就干脑土地万事不辞 他从来不提正义 你看到中国的任何官员 他永远不会说 我站在这里一边 我站在真理一边 我站在人民一边 没有 没有一个共产党人这样说 中国自古以来也没有人这样说 都是黄恩厚荡 沉下万事不辞 就是赤裸地表明了 我们就是一个禽兽社会 你就是因为你给我好处 我只效忠你个人 无论那你让我去杀人放火 干任何圣经天良的事情 与全人类为敌 我都再说不辞 万事不辞 你看中国的一万片的 这样的这个 臣下给皇帝的这个文字 你看不出来有一个人说 哎呦我站在正义 没有 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人 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 儒家事实际上就要求你忠于这个君主 君主疯狂了 你跟着疯狂 君主要杀大家你就跟着杀大家 共产党呢更是他继承了这个观念 所以那时候呢 实际上大家都在等待定考评的最后决定 而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中共中央呢 他这个提示所有中共中央委员 有上的警卫工作 都是由中央警卫预复的 警卫决定那开始呢 警卫员是定期能换的 就和你勾结起来 然后呢 中共中央所有的警卫员 警卫局派出的警卫员 就是中共的所有的重要的位置的人员 他的这个警卫实际上第一个职责是监狱看守 他是把他警卫的对象当成囚徒一样看守的 你看我记得有两个势力是我印象最鲜明的 一个是当时张国焘名义上 他是这个西北那个延安政府的主席 他去参加皇陵的时候 当时呢 有个警卫员始终都跟着他身边 带着枪 后来呢 他吃饭的时候呢 他趁过手之际呢 弄一个条子 递给那个魏力皇 魏力皇回头一看 上面说 我要逃跑 请你明天安排一下 张国焘有经验 他说你最好在厕所里挖个洞 因为警卫员呢 唯一不在我身边的时候 就是我在厕所里 不好意思站在旁边 看他脱裤 或者闻他的大便的味道 然后魏力皇就遵命 第二天呢 就让他紧急的正在吃饭当口 让他紧急的在厕所里淘了一个洞 然后呢 向张国焘点头示意 张国焘呢 就起床上厕所 警卫也跟到厕所门口 张国焘迅速的进入厕所 因为他漫一漫被警卫也发觉了 警卫员可能一枪打承 那个警卫员后来后来 连岸受到处理 受到这个处分 还有一个我记得是林彪 逃跑的时候 当时他逃跑的时候身边 第一个他的警卫部队 已经连接他了在门口 差点他就是 强行林立国下令 强从路上来出国去 第二个他身上 唯一一个最新兴的这个警卫员 林立国发现已经不对劲了 因为人想干什么事 他就情不自信的那个手 会放在那边拿枪的里面 就要这样 就像美国警察一发现危险了 他跑步的时候 他都一直手放在枪上 那个警卫员的那个动作呢 林立国是个很聪明的名群 他发现那个警卫的动作 已经不对了 所以呢 他突然高喊停车 他说我发现这个车的后轮胎 可能破了 他就让警卫员一下去检查一下 那个警卫员呢 毕竟他是就比较愚昧 他没有林立国那么稀挺聪明 他就是有点犹豫 他又担心受骗 但是呢他又不能不服从命令 因为他是警卫员 尽管他已经做好了 损失准备射杀这个 副主席 林副主席的这个 执行这个任务 一旦他确证了他叛逃 就还可以开箱 把他们碰到大师 然后呢他就伸头看了一眼 他就没敢下车 他就在车上的伸头 打开上面看了一眼 林立国一看一脚就把他踹下来 这个机会 迁在南海的机会来 一脚把他踹下来 就唯一警卫员就把他踹下来 然后林立国开刀开刀 一边喊了一边 把车门拉起来 那个警卫员 要滚了梁国以后干什么 伸手就拔出枪来 对着那个林彪的那个 影子就开了两枪 可惜那个子弹 打在那个防弹玻璃上 没有打开 林副主席都是一个囚徒 全中国 所以为什么毛泽东 发的任何命令 大家尽管90% 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 都是反对毛泽东进行 他们也不顺畅 就像这样 现在我敢肯定90%的 中央委员都是反对 这个习近平的修宪 但是他们连屁都不敢放 因为他们随意跟 亲戚朋友讲几句话 就被汇报上去 就完蛋了 就像那个辽宁省委 就完蛋了 赵紫阳也是这样 赵紫阳表面上 他是中共中央总组纪 但是他的警卫员 全是双方的 因为8341不对的 这个司令员 和中央警卫 都双方的轻松 这些人都跟邓小兵 有私人的这种忠诚关系 就像那个 那个北日维新的 北日维新的时候 那基本上 他那个像荣禄 他这个等等 他都是听 知己太后的 因为在他心目当中 中国的所有的官员 他们是无法 没有经历 也没有可能 就判断出来 应该谁对谁错 他说中国知乎以来 不要求你 他只要求你一点 就说这些人 也想成了一个习惯 就只有一个主人 只种成一个主人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分清楚谁对谁错 因为他们被提拔上去的时候 就没有这种能力 你比如说当时 中国的各个军区生员 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能力分辨 是赵紫阳对了 还是 邓小兵对了 他们只能 告诫自己 就是说邓小兵任命我这个官 只要邓小兵在 我就得服从任命 或者哪一天 我就会杀生之火 或者我被杀生 被被被挨舞 被处决的可能性 就更大一些 所以邓小兵 只要打个电话 说你带兵 带几个师过来 那人就来 你看那个廖锡龙 从这个成斗军 他是成斗军区的司令员 零停加业的 就是两天多时间 就从那么复杂的地形 就带着这个机关部队进行了 就说他们没有事会干的 中国的军队是一直渗透 他从建立之初 就是一直深刻部队 就士兵和军官都什么都不知道 只能服从任命 服从任命 上面有的办法是 收拾你处决 你清醒 抓一笔团 通过几十年的清醒下来 那个部队 已经变得违命适从 深刻部队 所以呢 他下令开枪毫不奇怪的 那些人你看 后来那个解放军 甚至开枪乱打人的时候 他都没有必要的 他都肯定了 现在 所以已经打死了 有超过一万多人 最新的这个 中共资料的表明 所以说赵紫阳当时呢 实际上外界的 期望的赵紫阳反抗 我认为赵紫阳当时 是没有大能力反抗 比如说按照我的估计 因为那个讲话呢 就暴露了他的分歧 就是政治那个讲话 激动了邓小平 某种意义上 你觉得这家伙看来 不听话了 把我暴露出来 任何这个阵压 什么的 这个当前的局势 之所以越来越混乱 都是我的职能 这还得了 这是汉瓦打进来 这也就说明赵紫阳本身呢 不是一个成熟的政策 因为赵紫阳 他是一个被提拔出来的 就在中共这个体制内呢 他也不允许你有健全的人格 和判断的 所有被提拔出来的 干部都是有缺陷的 就包括赵紫阳 同志也好 胡耀方同志也好 他都有缺陷 但是呢 有邓小平的称论 他让你在这个位置 你就在这个位置 你随所都没有用 所以赵紫阳呢 应该在当时呢 他应该想方设法向邓小平靠近 而不是把邓小平推向对方 推向李鹏那边 推向王振王或者陈云那边 所以他当时呢 应该这样说呢 他的这个 在这个人民大会上 会见戈尔华江湖的讲话呢 给他带了 但是在这之前 他也没有多个机会 因为当时这个事情 发展下去 肯定责任要算在他的途中 因为正是他掩护了 这场血潮 逐渐的规模越来越大 实际上他当时你看 当时有一个报道就说呢 那个 就像那个陈希董 愤怒的控诉一样 所以我跟李西民 多次要求报告 这个北京的情况 赵紫阳总是以各种借口 就是说拒绝会见我们 有一次他说 我们都跟他说好了 要去见他 结果呢 他在那个打高尔夫 就打了两个小时 我们站在门口 在列子之下 站了两个小时 他就出来挑 赵紫阳就是想办 他拖 就像现在中共官员 普遍对习近平的命令 采取拖延 赵紫阳也是采取拖延 这个政治拖延的办法 才有了学潮 才有那么大的规模 如果赵紫阳那时候 像现在的这个 习近平那样 很清楚的话 直接两张镇压 那学潮任何一点 都被你掐住了 只要 当时很简单 任何一天晚上 冲进这个北大清华 那些学生 你就抓起来就没事了 随便派几百分 几千人便宜去抓人 那都简单的脚差一点 而且学校里面 他有校长助政 各系主任老师 都会在旁边 带头去抓 带人去抓 就说找你谈谈 找你谈谈 带到宾馆里去吃吃饭 喝喝茶 很礼貌的地方 你几十名学生 领袖列个单 他去学校里都有 随时都有这个领袋 每天都有的 每天都更新的 比如说北大 抓个三四人 或者这个 清华抓个十个人 其他的北京 留电大学 抓五个人 他一夜之间就可以办好 几小时就可以办好 这件事情 打几个电话就不开了 派人去抓就行 他随时可以扑灭的 但是赵紫阳的当时呢 确实是想接班 从某种意义上呢 他觉得这个跟东欧跟世界 而且呢 他在后期的时候呢 他也觉得中国这个 这个改革 这个开放的路线 你从 他曾经想宣布建立海南特区 就把 建立海南特区 看起来 他已经有评论 他已经有类似于 这个 格尔玛乔夫的内心思维了 而且呢 他曾经想把海南建立特区 我就是那时候 奔赴海南特区的办法 我应该很实际 但是后来海南特区 就变得不能不累 这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呢 他跟这个 保守派呢 已经产生了多次的这个冲突 他已经 对他们产生了 越来越大的敌意 他当时可能就报道 就正好 就利用这个机会 要么就是以后呢 就说我当领导人 要么我就不干 什么意思 他可能有这种 当时是这种情绪 就说左右 所以但是呢 你要说发明政变的机会 他没有 因为他没有军权 民意上 他是军委第一副主席 但实际上呢 他没有权力 中共这个调动一个年 都得要经过军委主席 他没有调动权力 而且他如果发布命令的话 那些命令 第一时间会跑到对象灵的里面 然后那些部下就会问对象灵 为什么赵紫阳发送命令 没有你签署 只有你才能发送 赵紫阳是没有权力发送 要去军委 就中共的军队历来 只有当主一个人 才能够调动 没有他的签署的话 你任何人想调动一个年的解放 没有可能 而且呢 最主要是 你所有要员的这个紧密部队呢 都掌握在八成四央部队手里 八成四央部队手里面 任何抓任何一个人 你看那个后来抓石马 抓将军军的时候 他说他是感冒了 吃了药 上床睡觉了 愿意去看 不管多么重要 然后就不用骗他了 直接打个电话 就派张钥匙 就带几个 开了筋骨伤 就几个人到那儿 直接把他抓住 就让姐妹直接把他看见 就完事了 就你每个人都是囚犯 你没有什么反抗预理 赵紫阳当时呢 只能在体制内部 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 每晚的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 至于他当时 说他站在民众里面 那是没问题 因为呢 中国人们都已经被这个训练 长远来看训练了 两千年 共产党还说呢 一查一查的这种 屠杀 挑选 最后训下来的 都已经高度被生活化了的 这个官员 这些官员 眼睛实际上都在等着 倆刑船 选择开内都有 各个部门 都会展开行动 就当时我记得我跟其中的一些人 共产党官员一些审讯的 他们跟我经常说的一个词 说你就不要抵抗了张宁 大局已定了 我说什么叫大局已定 什么叫大局已定你都不懂 大局已定就是整个的局势 这个方向都已经定了 邓小兵已经接见军理上干部了 我说这就是大局已定了 他们说对 这就是大局已定 就是在所有的心目当中 邓小兵已经下了最后决心了 OK了 大家所有的官员 你要么不执行 你就是下台的事情 只有这篇恐吼里去 那个前一段时间 我见到那个 就是那个军长被调离的 被撤职当职免职 后来被关押五年的三十八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其他部队呢 还都是大致执行命令就完事了 但是关十八军的那些领导认为 如果我们不分外卖力的话 那可能我们跟曲新鲜一样受淋累 事后都要遭到清洗 所以在大增压的当天的时候 他们一反常态 每个人在脖子上 都系上一条白毛巾 买出一处拼命的架势 然后走在前线地下来 就前面都是一队四肥端子墙 他们就走在地下来 然后通知三十八军 军军部队 前面的四个五个那几个 就是戴着白毛巾的 全是军首长 军政制军长都在那里面 所以对于任何阻挡者 要保护军首长的安全 得啥无论 他们杀了最强 杀死了无罪 就三十八军反而杀死了最多 就那时候呢 他感觉到自己以前立场不闻的 这时候都要赶紧 就是说跟上步伐 就中国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 它有点像那个安德的游戏里 有他讲的一样 是一个重组的群体 就是那个重王或者说 蜂王呀或者蚁王呀 他才有能力去思考 做决定 其实其他人呢 只能说服从命令 所以其他人呢 他也无法判断是否 他只能就是看了 这个头眼往哪飞 他就往哪飞 他不去思考 不去判断 所以呢赵紫阳呢 那我认为这个赵紫阳的这个责任呢 是不合适的 就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他后来的这个表现 也是就是因为 也是很一贯相承的 就是说他有意见 有想法 但是他从来呢 而且他的思想和境界 不管达到了多远 在当时的那个体制内部 他也不可能走得太高 太多太远了 因为什么呢 人他脱离不了自己的环境 像我们这都是特例 他们呢整天周围的那帮人那种想法呢 毕竟对他们是一个 占一个绝对性的影响 也就是说呢 他当时也不可能走到 去 就是说武力去 去发动一场政变 或者说 你从心里的身份来建立你自己的政权 这种可能性都没有的 因为真正的这个 邓小平既是军委主席 掌管的军队 又掌管的巴塞斯要部队 又负责任命副部长及以上干部的大权 这就足够 足够统治中国 不需要起来 就邓小平只要还有一口气 他能够发出一个指示 到身边的人抓紧电话穿的 立刻就会畅通全国 都有人做的 没有人敢做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